感谢天恩师的感谢祖师洪子 感谢前人及点传师的栽培 后学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一起共同学习大学第15回合 今天是2023年的9月16日 上一回讲到说礼乐制度 就是周公开始要制定这个礼乐制度 那到底礼乐制度跟这个治理国家有什么样的关系 跟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生活日用 到底有什么直接关系 我们继续来看下去 上书他是记录古代帝王的一本书 就记录他们古代帝王的言行 还有政事 以及这个政令实施之后的这个成果 这是算是一本跟这个政治有关系的一个书 那上书大传里面呢有写到 周公将做礼乐 悠游之三年不能做 这里面讲到的是说周公呢 他在治理这个天下六年的之后呢 他心里有个盘算就是他想把礼跟乐呢 这个把它统一起来 然后制定出这个度量痕 但是呢 所谓的悠游就是他呢 瞻前顾后仇促不前 为什么 为什么他担忧三年而不能做呢 主要是他担心如果大做 令天下单行礼乐制度 结果得不到众人的响应和贯彻 因为他怕说这个度量 大家的精量如果没办法统一 这个尺度 就是那个尺寸跟分 这些如果大家都没办法得到统一 只有当他把这个命令拓展出去 结果得不到响应和贯彻 那么他的礼乐制度呢就会崩坏 他很担心这件事 他说如果一开始只是实施在这个 周朝的这个小王国里面呢 又起不到效果 因为你这个度量痕呢 就是要大家各国一起共同来 遵照这样子的一个制度来做 才会真正的有效果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这个周公呢 他很有信心呢 就是当时他要新建洛邑的王城 然后呢他发出了这个指令 参攻了 其实这个礼乐呢 跟我们的这个五行呢 还有跟这个五足 其实都有里面都全部都是从这个 无极而太极 太极而两仪 身四相等等 所以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我们先来看这个五行里面 来讲 此土居中央 而印八方 物极自居深树五 物极在中央 所以在河土里面呢 就是中央有个土 它叫做物极土 所以我们注意看 东边是山 南方是二 东三南二加起来是什么 是五对不对 北方是一 西方是四 所以呢 北加西也是五 然后物极本身也是五 所以这里有总共几个五 有三个五 所以 这个符合 我们《易经》里面有讲 这个天地人 尤其是这个人呢 他是三五庙合而成 所以这是天地的道理 就是说 如果只有契跟相 这只有五加五等于十 你如果没有礼天下来的那个五 来配合呢 就是三五呢 才能真正的成形 所以 这个东三南二 北一西四 再加中央的五 就叫做三五 妙合而成 所以这个呢 都有隐藏着这个《易经》的这个道理 好 我们来看这个合图 好 来 这个天 这个天一 第六 这个所谓的天呢 它指的是阳述 然后再来我们来看 这个第二 上面 这个是北方 这是南方 南方里面有一个第二 天七 这个是南方 再来那个四九 三八 这个是天三 再来第八 这是东方 所以上面是南方 下面是北方 这边是西方 所以它是金 中间呢 就是物极土 它就是天五 地十 所以这个呢 我们刚刚讲 金水一家 金西方 水 就是北方 所以西跟北 是一家 东跟南 东方跟南方 他们也是东 东南一方 一家 就是木火一家 中间是土 它就尖四端 我们王决一祖师说 呼吸之间呢 它就是一个成就一个生命 我们的生命就存在呼吸 那么呼来讲 它是奇数 吸就是偶数 所以它就成九六 三分损意乃五因六律之源 这个九六怎么来呢 其实当时的礼乐制度呢 就是我们来看 这个最长的这个呢 叫做黄中 这个就是 从这个乐 产生出来的 也就是一根主管 这个主管呢 它的长度 刚好就是九九分 九分 然后孔敬呢 有三分 所以这个黄中呢 它就是九 把它定在九分 所以长度已经规定好了 天下的竹 以那个 在陕西那边的一个竹子呢 作为规定 一个长度 这个长度是 叫做这十二根呢 就叫做律管 规律的律 管子的管 叫律管 这个长度九分 然后呢 三分损意嘛 所以 减掉三分之一 九减掉三分之一是多少 就是那个六 所以就是九六 所以这里呢 就是众吕 众吕的长度呢 刚好就是黄中的 三分之二的长度 所以 从这个九六呢 就可以定出声音 这个 就是那个 Do Re Mi Fa Su De 这个声音呢 它就定出来了 所以这就是音乐 总共有十二律 五音 七个音阶 所以 所以这个就是 古代的这个十二根管子 它代表了 长度 也代表了声音的 的那个音阶 相对的关系 它全部都定出来了 再来呢 重量怎么定呢 它重量里面呢 它就是 在管子的当中呢 它塞黄米 古代的人的主食 就是黄米 它把黄米呢 塞到这个 黄中这个管子呢 刚好倒出来呢 一个管呢 就是一个 两 一两的重量 它就是这样去制定重量 然后呢 黄中呢 是制定的是 声音 尺寸的长度 就是九 它定在九 然后六呢 它是重铝 这代表说 它这个声音 它是有 有按照三分 损意 就是一会增加 一会减少 比如说六 六的三分之四 它就这样在 往上 它就变成 这个 大铝 所以 它这个十二根呢 就是天然的音阶 这就是十二音 那刚好西方那边发明的这个大音阶呢 也刚好跟我们这边也是一样用三分损意 他们是用五分损意 但是 这个 刚好音阶跟我们都是对了起来 所以这也是很神奇 就刚好东西方呢 这一套音乐的那个制度 从这里制定出来 然后长度也从这里制定出来 那自从长度制定出来呢 你有九分的长 所以大家都知道什么叫九分的长 那 十分就定为一尺 然后 尺在上面 就 尺的 尺在细分就有寸 然后再有分 所以这些 就是那个尺寸的长度 基本长度就出来了 那 现代人呢 现代人的公分是怎么制定 就是用地球的圆周 然后去细分 定出那个标准的 的这个 精度 然后再去细分之后定出的那个长度 这就是公分 的制度的由来 那 我们 我们中国的这个 长度呢 是由这个月管 就是刚刚的那个黄中的管呢 去定出那个长度 好 奇顺 偶逆 乘一二 一气 复构 乃何图若书之本 这里呢 所谓奇顺逆偶呢 偶逆呢 这个是跟那个 龟表 所谓的龟表就是 要观察太阳的影子 所设计出来的一个东西 那个名字叫龟表 从龟表可以判断一年 冬至跟那个夏至 从龟表里面去找出东西跟夏至 这样子一个整年度呢 去记录它的阴影 的那个长度 然后呢 就是从 一气 这个气就天地的这个气的流动呢 它从 腹挂 从这个腹开始 然后呢 后挂 就是那个相逢 之后呢 它的那个阴阳 激荡 这些 就是何图若书的 最原始的开始 我们来看 怎么样去推理 我们王决一祖师是怎么推理出来呢 我们来看 好 这个 就叫做龟表 然后太阳从上面照下来 下面就会有太阳的影子 影子最短的就是夏至 影子最长的就叫冬至 所以 从夏至跟冬至要画点 点位 点出来 然后再把它画作三等份 这就是古代的人的测 测一年的开始 所以这一点 影子最短它就是夏至 影子最长这个就叫冬至 然后呢 再把它切成三等份 这样子就可以判断 那个春分跟秋分 好 所以这张这个就是说三等份 龟表 龟表的显影区分要用三分 这三分呢 大家可以看 这个就是影子最短 就是没有影子的时候 没有影子的时候这个是什么时候呢 这个就是夏至 然后这三等份里面全部都是影子 有太阳的影子 这个就是冬至 这里有写冬至 然后呢再把它转换成这一根小棍子 它给它切分成三块 然后这里就变黑棒 上面的那个呢就是白色的棍子 好 这里就夏至 就是一样切成三等份 这里就是三一根棍子有三等份 这是白色的 这是夏至 都是没有影子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年 里面怎么用呢 这个是夏至 这里是冬至 慢慢的呢 它的影子会越来越短 有没有 就慢慢的越来越短 到了夏至就都没有影子了 接下来来到这边呢 影子又开始生出来了 好 到了秋天呢 影子已经很长了 到了冬至的时候呢 就全部都是影子了 好 好 再把它弄成棍子来化成黑跟白呢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一年的变化 从这里来判断 冬至 夏至 还有春分跟秋分 从这里去判断出来 从归表去判断出来 好 接下来呢 就是 这边是顺 从阴到阳 然后从阳到阴呢 就把它逆转 所谓逆转是本来这里的阴呢 本来是这个位置对不对 它把它这个阴转换 逆转过来放到这里 这里的阴呢 这里的阴呢 本来是这边两边才是阴的 它把它逆转过来 所以它就成为这个现象 就是逆跟顺 好 我们来看这就是八卦了 三都是白的 那三个节点都是白的 就是用 划成三条直线 好 那冬至呢 都是三节呢 都有阴影 所以呢 它就用阴涯来代表它是阴影 好 你来看这张图 就对得出来了 这里是不是两个阴影 所以 这里 下面就有两个阴影 上面只剩下一个阴影 有没有 所以这里就看到 这里就只剩一个阴影了 所以这里就是开始在写 讲八卦的来由 这里把它逆转过来呢 就是八卦里面的这个 顺卦 好 这里呢 下面两个阴影 就是要回复到冬至了 所以阴影越来越多了 往上对照 有没有 这里就两个阴影 所以 我们来看这个八卦的这个顺序 钱 钱怼 正 然后坤 再来 顺 更 坤 杀了什么 中间 中间是什么 就是 那个 离跟坎 中间是离跟坎 好 所以这就是天然的 这个 从归表去演化出八卦 的顺序 钱怼离正 顺坎 更坤 他就是这样转换而来 那本来他这个投影图是这样子 但是因为他要逆 这里的把阴这个阴呢跟阳要对调 所以他就会转换成下一个这个状态 这边的阴就从外面慢慢调转回来 所以大家一看 这个图代表什么 就是太极 所以八卦 跟太极是同一个东西的 八卦 太极就是会生出八卦 而八卦就是太极的这个原图 好我们来看 好这里就写出来了 这里是夏至 下面是冬至 这里春分 这里秋分 而这些呢就是阴影 那有一个科学家呢 他就是去计算那个 这个硅表里面的那个阴影的长度 他都标出来了 这里有什么0.12尺 0.49尺 1.06尺 他就是这样子给他画 他从这边也一样 0.48尺 画出来之后 这个就是标准的 这个就是太极图 这就是太极图 然后呢 一年的十二 二十四节气 也是这样子弄出来 所以刚刚有讲 那个是 和图若书 就是从这个太极跟这个八卦出来 一样 我们的五音呢 其实是从我们的人的这个什么 嘴巴 声音是从我们的嘴巴去弄出来的 所以我们的呼跟吸呢 它会昌和 它就会成为音律 我们的最重要呢 是喉宫 它在中间 然后它会捅 就是它呢 捅 就是说它是 把牙跟舌 唇齿呢 这四种音呢 它是统包在喉宫里面 也就是说人的声音最早最早发出来的那个部位是在喉 然后逐渐的人会运用牙齿 舌头 唇跟齿 所以你讲话会有各种的音调 会有各种的 比如说 啵啵摸 啵 到了啵 啵的时候是 有唇 动到唇嘛 啵的时候呢 已经 你的唇要闭起来 然后后面有 咫痴 丝的时候 就是到 运用牙齿跟牙 的声音 那咫痴 丝呢 这个是运用舌头 所以 这一切呢 就从这里发出这种叫做音律 那王决一祖师跟我们慈悲 舌头 它的尖端的地方是不是红通通的 所以它是通于心 属于火 它是下智之气 所以呢 运用舌 舌尖所发出来的这个呢 它的音是直 直 如果说 你用纯 用纯呢 它是属于水 它是冬至之气 那么它呢 就是阳浅在下 它的气息是往下的 所以它的音呢 是雨 工伤 绝止雨 好 雨 再来 气 出于肾 所以 用那个牙音呢 它接近这个舌头 所以它是木火一家 它是春分之气 这是牙音 牙音是春分之气 好 那后学呢 就去把古代的这种 这个发音的方法呢 这叫孕母呢 找这个资料出来呢 给大家看 这个叫纯音 再来舌音 牙音 我们来念一下 纯音 纯 当 有没有 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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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 病的声音就比较左往下 病 病 灰 呼 轰 离 这都是纯音 再来舌音 运用舌头的 端 就是舌头要 要运用舌头的 的那个位置 套 丁 泥 这就是舌音 滴 铁 铁 顶 牛 再来 再来就是这个牙音 铁 铁 那个舌头要底牙 上牙 铁 铁 铁 滚 铁 这个就是运用我们的这个都是这个五音的这个源头 所以这五音的源头是人的这个嘴巴 好 扬身位高属于肝金 所以其音呢为绝 好 再来下唇呢 下齿 牙齿嘛 上牙下齿 下齿就进唇 所以他是精水一家 秋分之气 降 降而未生 降而未生 所以他属于肺金 其音为商 公商觉子语 所以 真 这个子 觉 商语 因虽然有事 都是从猴鹰猴出 所以他是统于脾金而属土 好 那 我们 那个 翁 那 翁 就是什么音 猴鹰 翁 因为他从猴头出来的 这个叫做原音 从那个猴出来的这个就是 最原始的 那 这个可以通天地 因为天地呢 其实 这个天地的形成就是声音的震动 它是一种震动 我们的所有的原子什么 那个都是震荡 不断的震荡 所以 这个呢 我们的音可以通这个天地 通这个理气象 那 所以我们唱歌很高兴 很开心 为什么 因为这个跟天地的这个 道理是相合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齿音 好 这运用那个下 下面的牙齿的 啊 筋 脚 清 撑 窘 曾 呈 呈 这个是拙音 就 卡当 卡当音 心 心 信 霞 想 好 好 再来喉音哦 喉音就出来了 呀 笑 吃 乌 再来就是这个是半舌音 半齿音 來 立 半舌半齿 好 那工商脚子语呢 化成这个简化的音乐符号呢 他就是工商绝子语呢 他就是 Do Re Mi So La Do Re Mi So 啦 这里 所以这个工 这个音呢 Do 就是从黄中而来 刚刚那十二律管 有没有 所以 为什么说你的事情我管定了 因为你的管跟我的管长度要一样 那这个管的长度是谁来制定 就是黄 这个 由周公来制定的 就 这个 李月就是从这里来 这个月 从这个音乐里面呢 就产生出尺寸的长度的计算 重量的计算 体积的计算 那土为四行之主 所以呢 公为君 公为君 其数八十有依 以多为贵 这里就讲那个长度 就是那个黄中的那个长度呢 他什么定出来呢 他就是用那个黄米 黄米朵 来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黄米是长什么样子 这个黄米 古代的这个黄米呢 大概是0.3mm 古代的主食啦 现在的人都没有 比较没有在吃黄米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吃到嘛 水到 水到口感比较香 但是水到呢 他要有充分的水 那以前 中原那边的水没有那么多 这个黄米呢 他不需要那么多水 所以他是汉座 所以这个是黄米 然后黄米呢 他的长度呢 八十一颗 三颗 刚好就是黄中的长度 所以以多为贵 就是那个黄中的长度 刚好有八十一颗黄米那样大 那样长 然后上音呢 上音 其实管子越短 音是怎样 声音是越高还是越低 管子如果越短 声音越高还是越低 越低 越高 管子越短 声音就越高 所以虽然说 他黄米的数 七十二 但是呢 他的声音反而是开始往高 他次于公数 所以他是成 商音为成 绝音呢 有六十四 六十四黄米的长度 他次于商 所以他为明 再来 子音之数呢 五十四 又次于绝 所以他是四 语音之数有四十八 又次于 子 所以他为物 是跟物 物又比是小 所以他为小 为贱 所以你看 这个五音之数 都是从那个冬至一阳之起 五音之气本于天 所以用一为本 就是说我们的声音 都是从我们的身体 先天 从那一口气进来 所以那一口气是从天而来 所以我们是用那一口气 作为五音之本 所以 从那个喉音开始 先从喉音 再来呢才会运用舌音 齿音 牙音 还有纯音 还有纯音 这些来变化 总共有五个音 好 这张图呢 就是对照现在的那个 dore mi fa so 公就是d 喉 这个上就是re 绝就是mi 子就是so 于就是la 就是la 然后呢 这个子呢 它是红色的 因为它是运用舌音 然后呢 这个上呢 这个公是运用喉音 这个商 这个语呢是用这个 牙音 商跟脚呢 就是纯音 上纯下纯 运用这个呢 你发音的部位的不同呢 你的音高也会有所变化 好 然后 这些呢 这些颜色呢 刚好又可以对峙什么呢 我们的五脏六腑 所以以前的人呢 听音乐可以养生 就是说他可以调理你的这个气 五脏六腑 就像天地一样 他会调养你的这个 古代的人呢 他播放这个音呢 他其实 是可以治理人的身体的疾病 你看那个药 那个药 是不是下面有个音乐的乐 上面用草 所以呢音乐本身就是 乐就是药 他们古代音乐其实 他就是在调理身体之用 好 所以王决英祖师有讲 六律之气本于地 所以兼用地数之二 刚刚有讲 刚刚不是有十二根律管吗 它里面有五音六律 绿就是说 音跟音之间呢 它会有半音 这些就是 从 从这些呢 转换成 完整的音阶呢 就叫做十二绿 十二绿 好 这个就是 最左边这个就是黄中 它就是长度就是这样 一直越来越短 越来越短 最长就是81颗黄米 再来就七十二颗 六十四颗 五十四颗 等等一直往下 所以这就是长度的由来 这个就是那个度量痕的开始 然后 这里面可以塞多少颗黄中呢 黄中可以塞多少颗黄米呢 有人去给它塞过 可以塞一千两百颗 它的体积 所以这一千两百颗的重量呢 它就又有重量的标准出来了 所以连重量也出来了 所以王决一祖师跟我们讲说 这个绿 从九 就是那个黄中开始 驴死于六 这个绿驴 老阳老阴为重阴重气之父母 因为九跟六有差了三分之一嘛 所以刚刚就有讲三分笋意 就从三分笋意去定出这个 九跟六的声音 而度量呢 与横 横就是这个体积 量就是 体积跟横就是重量 长度 重量 体积 就从这里就出来了 好 然后呢 再推到什么 羽跟毛 干七之五 这个呢 就是人听到的音乐 他会呢 手之舞之 足之倒之 就是会跳 人 人是个音乐的动物 人听到了美妙的音乐 他就想跳舞 然后想跳舞呢 他就 会拿羽毛啊 拿羽毛 或拿 瘦毛 拿这个 盾 盾牌 拿那个战斧 啊 啊 啊 这个叫做干七之五 啊 所以这是君武 啊 那羽毛呢 是祭拜祖先 啊 用的五 干七之五呢 则是战五 啊 振奋你的精神 啊 啊 所以 音跟加上舞 就叫做乐 啊 完整的乐 所以乐呢 其实他还有 含有人 搭配音乐 而跳的这个舞 这就是完整的乐 啊 所以乐 以前的乐呢 要研究 乐经 啊 现在乐经已经不见了 但事实上这个乐经 就是从这个啊 啊 刚刚所讲的这些 出来的 啊 跟这个舞音 啊 还有绿 绿管 十二绿管 出来 所以 你看这个就是黄米 古人吃的这个 用这个东西呢 他还有规定是在哪一区 啊 听说是江苏省那边的某一县 生产的黄米为 以那个黄米为标准 标准长度跟重量 好 现在来看那个舞的 舞者的形状 也是有关系 子音 他是下智之气 所以他呢 有火性沿上 所以有那个气 他就必有那个气象 所以象就出来 所以他的舞蹈的形状呢 就是高出无上 啊 就是手 脚往上 啊 他就像象征火焰 所以人的那个手足 往上举高 这个就是 象征火 绝音呢 春分 发扬在外 所以他那个舞的那个像呢 就是勇往直前 就是这样往前 往前的动作 这个就是 绝音 他搭配的这个 跳舞的形象就是 往前 勇往直前 你如果注意看那个 原住民的舞蹈 所有古人的舞蹈 大概都是这 就是搭配这种工商学职 这古人就已经 帮我们都设计好了 商音呢 他是秋分之气 他的气呢 就是主收 所以他的舞的那个形象就是收链向内 所以那个舞呢 就是 手跟脚要收回来 手跟脚要收回来 你看那个 那个舞蹈有没有这个动作 所以他这个是商音 收链向内 那么 语音呢 他是东智之气 所以他的气是浅长在下 所以他的舞呢 就是 碑以字幕 就头往下 刚刚是往上跳 再来呢 这个舞呢 是头跟身体要往下 匍匐 字幕 就往下 所以他有往前 往上 往下 还有收缩 还有 匍匐 这种基本的动作 公音 就是这个 兜的这个音 他是居中应外 居中就是轻功 所以刚刚有讲 轻音跟拙音嘛 拙音就是声音有比较重 那 拱音的这个舞的 他的形象呢 他是 独善其声 此在下之大人也 所以 他是拙工 刚刚刚有个轻功 刚刚有个轻功 轻功 轻功就是 功的声音是轻量的 在中间的 發音的部位在中间 然后 拙音呢 他是 低沉的 所以 他就是往下 往下沉 所以 他是拙工 虽然是 拙音 他也有分 轻跟拙 其武之相呢 兼善天下 所以 轻功呢 他呢 就有这种 往 兼善天下的 这个大人的气象 拙工就 比较没有 只有这个 叫做什么 独善其声 所以 拙工跟轻功 这两个就有不同的 气象 这个代表 我们修道人呢 如果说 你要 看这个五 你要能够判断 什么是 轻功 什么是拙工 什么叫做独善 自己 什么叫奸善天下 就是好还要更好 这个 舞蹈的形象呢 你可以从那个音乐 舞蹈 去判断 这个 背后的意义 所以 古代的人的这个跳舞 他是有经过设计的 你可以从那个舞蹈的设计 去判断 创作者的意图 那 古代的这个呢 他有照 按照这个 工商觉知语呢 里面的那个原理 就是那个气 这个气如果以现在来讲 就叫做频率 频率 会有所变化 有一个科学家呢 就说我们的音频 有没有形象 他为了要研究 这个频率有没有形象 他很聪明 他用了一个铁盘子 上面呢 撒了一盘的沙 白色的沙 然后呢 他用 弓 用那个 我们的那个射箭的那个弓呢 去摩擦这个 铁片的旁边呢 然后这个弓的长度有 长短不一 然后去摩擦这个 这个铁片 这个沙子他就会一直跳 然后最后呢 他就会产生各种美妙的形象 这个叫做曼陀罗 就代表说这个声音 其实他就是物质 成为物质的一个 潜在的一个 就是像的前面 你看不见的像 就像有 已经看得见的像 跟看不见的像 但他还是像 他有结构了 所以声音可以产生 无形的这个像 而他用沙子去 去找出那个声音 如何成为一个像 所以他当时 从声音的这个频率的变化 他形象马上就转 然后呢你就会看到他这个 铁盘出来的那个白沙 呈现的那个图状呢 他就是曼陀罗 也就是说这宇宙 就是这样子成型的 所以他是跟频率有关 我们王决一祖师跟我们慈悲说 这个铁他有轻 有轻 有重 有浊 所以这是声音里面的四项 轻跟轻呢 他都是本于天而在外 声音发散在外 重跟浊呢 他是本于地而在内 轻的音呢 就会出于舌外 所以这就是中动天呢 无相之音 这里就是在讲天地形成的道理 就是说我们的天地一开始 无极理天呢 他是不动天 就是不会动的 但是到了太极呢 他就开始在动了 因为有阴阳二气 这个会动的天呢 我们就把它称作中动天 所以我们这个宇宙在运转 这宇宙是不是无时无刻都在运转 像地球 24小时刚好转一圈 地球的一圈四万公里 所以四万除以24小时 所以我们的每分每秒 虽然我们感觉好像不动 其实我们每分每秒 是由西往东 速度比超音速还快 这个只是地球 那么整个太阳系也在动 太阳绕着什么 银河系跑 所以这个中动天 它就是有个无形的当中 它已经在动了 而整个宇宙 比如说所有的星系呢 它就是被这个中动天可带动起来的 那这个中动天 它为什么会运转呢 其实它是跟这个轻音有关 就是跟人的这个声音 这个翁 这个翁 去运转这个日月 运转天地宇宙 所以这个中动天 它曾经有人 那个也有科学家 它用那个声波去操控物体 的那个 位置 有一个水珠 它用那个超音波去 去打它 然后那个水珠它就 悬浮在半空中 这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超声波它的频率 它可以使得这个物体 悬浮在那个 那个音浮在这个上面 所以这个宇宙之所以不会掉下来 也都是背后是有个音 它就是靠这个频率在震动 而悬浮在这个空中 所以这个我们这个 非常的玄妙 所以 李跟气 这个气就是频率 音跟声音有关系的 那么众音 出于蛇中 比如说 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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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众音 众音它就是在蛇中 所以它是地外之音 就比较音沉 一个是羊 羊就是 羊跟音嘛 羊就是向上 卓音 卓音 出于蛇后 它是地中之音 比如说以翁来讲就是 翁 蛇后 它最后的结束点 声音的结束点在蛇后 所以它是地中之音 所以每个音都可以 有轻重 轻跟轻 还有众跟轻 所以五音各有轻轻 重轻之分 来讲到这个轻音呢 它出于蛇间 所以呢 它有金心 尾心 天有有相之音 刚刚一个是无相之音嘛 那个是轻音 这个是很清朗的音 它从蛇间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有相 就是你日月星辰 都看得到的 所以它就比声音没有像 刚刚的那个是无相之音 这个叫有相之音 就是轻音 它这个声音呢 跟这个日月的这个行程呢 就是既然已经有形象了 它就以轻音为主 如果以情色 这个情色呢 这个玄来讲呢 它有二十五条 为什么设计出二十五条呢 它这个就是 里面有藏着这个音乐之礼 也藏着礼器相之礼 我们来看 所谓二十五者呢 所谓二十五者呢 就是五五之数 情学呢 一开始就是五 就是五音 公商觉子语 就是 Do Re Mi La Sol Do Re Mi Sol La Do Re Mi Sol La 但是后来有七 因为有半音 所以Do Re Mi Fa Sol La Si 又多了 多了Si跟Fa 所以本来是五音 后面有再加两个半音 所以它就是七 所以刚刚那个 那个八卦里面 本来是六 它再加二 就是坎跟礼呢 它就完整 一样 这个五音呢 再加二呢 它就是七 所以这个就是现代音乐呢 音阶的完成 就是到七 所以人 这个乐礼 跟天地的这个 背后的这个树里 还蛮有关系的 曾经有科学家 在研究说 大部分你音乐很好的人呢 你的树里能力也会很强 可见这个乐礼跟这个树里呢 在脑部里面是同一个位置 你音乐很强呢 你的对树里的那个敏感度呢 就很厉害 然后这里有牙音 蛇音 纯音 齿音 猴音 正音之外呢 又有老字伴蛇 所以刚刚就有讲 不是有伴蛇伴牙 这个牙蛇音嘛 所以这就是有老字伴蛇 好 人字呢 伴此之变 所以呢 指会变语 所以又加文武二玄呢 合为七 也就是说刚刚讲的 Do Re Mi So La 然后再加 Fa跟 C 这就是文武二玄 它就变成七一 七 总共有音阶有用七个 第八音阶又回复到Do 所以他们都是说八音就还原了 又还原 所以这里面呢 主要这个月里呢 这个月里也是从阴阳 而变化产生的 就像我们的围棋一样 这个围棋呢 是不是有这个画隔线 十九道隔线 这个每个隔线啊 横跟直 就是叫做金尾 这个 所交叉的这一点呢 如果以宇宙来讲呢 这种交叉线 就是金跟尾 就是垂直跟横 横的这个线呢 直线跟横线所交叉这些呢 以理气象来讲呢 它这个就是道 就是那个十字交叉的那个点 就叫做道 然后我们直起的人呢 有拿白起跟黑起 所以那个叫做阴阳 所以我们下起呢 就是每一个格子 就是那个十字交叉点 那个道呢 我们是用放阴阳 一阴一阳 然后我们放了这个阴跟阳呢 比如说你落子 那个叫做落子 落了一个子 它旁边有四个格子 对不对 你就可以 那个叫做气 每一个子旁边有个气 总共有四个气 总共有四个气 落一个子 而生出四个气 然后你有两种阴 黑起跟白起 所以这个就是先有阴阳 然后再来有四项 所以一个格子 每站一个格子 它旁边呢 就是有四个气 如果说 我们围棋里面 它有个规则 就是说 你一个黑子 旁边四个子 都被白子所占 你这个黑子 就被提走 提子 代表这个黑子就是被占地 所以它就没有气 那如果你 你要让它活 你这个就是要连气 就是 这个黑子 跟旁边的那个子呢 一样要连在一起 那么你又多三气 所以你看 我们的围棋里面呢 要会算的是气 就是我这一条龙 人家如果要把我这一条龙砍了 他要算我这一条龙 还有剩下多少气 所以围棋的好玩就是 你要会算 算对方还剩多少气 这个气就是数 然后你围出来那个就是空地 那个就是你的工 就是你的地盘 黑旗所围出来的这个地盘 跟白旗所围出来的地盘 谁占的多谁就赢 谁占的少谁就输 所以你看这个旗下这个围棋呢 它就像这个天地一样 那个格子的格 那个就是轨道 你什么东西都要造这个轨道 再来呢 要有阴跟阳 就是有白子跟黑子 来下落子 然后呢 最主要是要来占这个地盘 但是你要围 围死对方呢 你就要懂得去计算对方的气 所以对方还有多少气 还可以活 那叫做渔气 会下围棋的人呢 就很会算对方还剩多少气 还可以活 那这个呢 你看围棋也是有运用这个理气象 这只是一个棋盘的一个道理 那天地呢也是一样 天地就是先有这个无极 再来有太极 然后再来才会有阴阳 四象 所以这个天地所有的东西呢 它都是无极而太极 所以就叫做无态 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无态 化合而成的 这个无态 你眼睛所看得到的 所看不到的 都是这个东西所产生而成的 那再来呢 你看得到的这个呢 摸得到的这个呢 就是叫做像 你看不到的呢 那个就是气 也就是树 那我们要来了解 那个回天之道呢 就是说 首先我们来了解那个道 在古代的意义是什么 古代的那个 在那个甲骨文里面那个道 它是画十字路口 然后中间呢 十字路口中间画一个眼睛 这是告诉你什么呢 告诉你 你要认清回家的路 路那么多条 你要看清楚你要回家的那一条路 那那个就叫做道 你除了带自己回家 你也要带别人回家 所以那个道 以前的道跟引导的道 同一个字 所以道有导的意思 就是你还要带人回家 所以那个叫做奸善天下 今天修道有两个途径 一个就是独善其身 那一个就是奸善天下 独善其身也可以 那就是阿罗汉 奸善天下也可以 那就是菩萨 今天我们来 学弥勒大道 就是学我们的一贯道 我们今天来学的不是独善其身 我们来学的是奸善天下 那既然是奸善天下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道 回家的路 我们要知道回家的路 我们就是要大手牵小手 大家一起找到回家的路 而我们的原来真正的家 是无极离天 那这个是形象 这个天地其实就是气 五行也是阴阳二气所形成的 五阴也是阴阳二气所形成的 今天我们的王决一祖师 跟我们讲了 你的肚良痕 你的天地的尺寸 你天地的形成道理 也是从里气象 通通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都是圣人帮我们制定好了 但是我们要回家的那条路 我们自己要去走 所以后来那个道 本来是十字路口里面有一个眼睛 但是下面又要再加一个走路的走 就是说这个道我们要需要怎样 自己要亲身去走 然后我们也要走出一条路给别人跟 这个就是道 那以上就是后学呢 跟学习讲这个第十五回合的内容 那讲的不对 不完美 或有错漏的地方呢 恳求上天慈悲 先佛赦罪 恳求点传师各位前嫌给后学指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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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